十歲的希希在十個月大時因為意外 全身30%面積燙傷 傷事片及脖子、胸前及肩臂等處 歷經三次清創直皮手術 每次住院長達一個多月 直到現在她仍然持續重建手術 並到陽光基金會進行復健 直皮手術的清創 清創的手術跟直皮的手術 每次做手術都要一個多月 住院就要一個多月時間都在醫院 光是清創跟直皮手術的部分 然後她都很努力地去面對 她就是晚上常常都會作翁 然後到小學的時候才比較好一點的 之前都會一直做噩夢 因為她是才十個月大的時候 很多副理師、治療師 幫忙做吸血做復健 然後也有心理師跟她聊聊天的 她就是基金會的做醫療跟復健的服務 經驗都很豐富 姐姐跟我們分享的夢想是什麼好嗎 當一位醫生 想當一位醫生 很關鍵的 還有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想當醫生 賺了錢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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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答案我好習慣 小禎出生時小腿以上滿是紫青色的胎記 爸媽原本期盼能逐漸消退 但隨著成長 小禎臉上的胎記卻越變越深 常引起他人的注意及詢問 在陽光基金會補助下進行雷射治療 歷經五次療程逐漸改善臉上的胎記 醫生告訴我們這個叫猛骨斑 然後說六歲以前很消失 那但是身體是有 身體有在消失 那臉的部分的話 因為越來越黑 你看他這個臉其實有做 有點大力 你可以記著問 他這個臉其實做了有次的治療 所以現在比較淡一點 他其實是個很活潑的 看得出來從小就是很活潑 他在小一的時候突然變得很安靜 我們想說是不是在學校的時候欺負還是什麼 問他他還是都說沒有 不過我們後來想一想 可能因為臉上的關係 從小都被人家問說他怎麼了 後來就是說你怎麼敢這樣 他打雷式的過程其實非常痛 你怎麼面對的 你看他們講 我找旁邊的醫生去聊天 然後轉移注意力 這樣就比較不會痛 就會比較不會痛 而且痛的時候 不會痛 喜歡痛的時候可以哭嗎 可以哭嗎 一下下可以 你們覺得這張圖畫的是什麼 我阿嬤家的襪子 大象 一個人倒在棉被下面 都對 實際上眼睛只能看到外表 用心你可以發現更多 為了幫助陽光孩子及家庭自信成長 重展校園 陽光基金會特別邀請行走的百科全書 如知性作家謝哲青與陽光孩子一同拍攝公益影片 呼籲大眾同理支持陽光孩子及其家庭 營造更友善的成長環境 小鎮非常非常樂觀 剛才有看到的 現場他更活潑 他畫畫的時候 他完全不想聽你這樣 然後希希也是一樣 然後每一個人都可以很勇敢的 來談論自己的夢想 非常的正向 相對的 就是我覺得我們會用太多太多的想法 跟眼光來思考這件事情 那在陽光扶持下的孩子 實際上他們比我們想像的更加的事故 他們一定是聰明的事故 而且他們非常非常的善良 他們即使在生活中 他們面對很多顯性的跟隱性的 不同的 不然假設惡意 但是他其實有些是無心的 但是他們都概括承受之後消化掉 他們不會輕易的閃現出來 相對是這樣 我們在他面前顯得有點幼稚 在孩子前面 所以跟他們互動過程中 其實非常的開心 在陽光精英會有許多的治療師 心理師跟社工 所以在這方面 可以給孩子們 一個非常全面的心理安全網 我覺得這樣 在他們墜落的過程之中 他們知道 永有人在旁邊扶持他 或者是拖住他 那另外我覺得 這一次我知道 就是陽光把進入到校園來進行宣導 那讓孩子在回歸校園的時候 就怎樣去創造一個更友善的校園環境 其實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陽光除了提供由社工心理師跟治療師 所組成的專業團隊來協助他們進行生理復健 跟心理方面的支持 之外呢 我們也提供醫療補助 那因為這些燒傷嚴損的孩子 他們都需要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治療 要做手術 然後要長期的復健 所以我們就是提供他們醫療補助 能夠讓家庭能夠比較安心的去陪伴孩子 可以接受度過這個漫長的療程 那另外當孩子需要進入校園 或者是回到校園的時候呢 我們提供了舊學宣導 最主要是幫助校園的這個師生們 能夠來認識陽光的這群特殊的孩子 那他們的以及他們的處境 那幫助我們的燒傷嚴損的孩子 能夠在比較友善的環境中 能夠一樣快樂的學習 此外我們頒發獎助學金 從等於說從小學到研究所 其實都有條件來申請我們的獎助學金 希望透過獎助學金的頒發 以及在過程當中我們設立 設計了很多激勵的這些活動 增加他們的自信 能夠讓孩子們更好的裝備自己 能夠提升他們的自信跟自尊 陽光基金會每年服務約400位燒傷嚴損額 從前端生理復健 心理支持到回歸校園 提供完整生心理重建服務 邀請社會大眾捐款支持燒傷嚴損額 生心理重建服務經費 成為他們背後溫暖的力量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記者原理